4.7节,基底坐标跟基底坐标转换 那本节的学习目标,第一个 学会这个N维坐标向量空间的基底坐标求法 第二个,N维坐标向量空间 基底B跟B'的这个坐标的转移几正 怎么求 那就是这一节的两个主要的学习目标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基底坐标的定义 给定了这个向量空间V的一组基底B 它是V1到Vn这个N个基底向量所构成的一个集合 那任意一个V里面的向量X 我们前面讲过,它一定可以用这个基底向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那我们就可以把S写成什么 C1V1加C2V2加到CmVn 那我们说过,这个基底的表示法它是唯一的 所以你这个系数C1到Cm 对这个基底来讲它是唯一的 唯一的表示法 那因为是唯一的表示法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定义说,在这一组基底B底下 X这个向量可以用这个基底的这个系数来表示 那我们称呼它这个C1C2到Cm 这一个column vector 就称为X这个向量在B这个基底下的基底坐标 基底坐标 好,那我们看这个式子 X这个向量它用V1到Vn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然后用这个基底的这个坐标 C1C2到Cm 这些数字组成 所以呢,这个Linear Combination 我们可以用成向矩阵的乘法 第一个基底 前面这个矩阵就是用这N个基底向量 那每一个基底 每一个这个基底向量它是一个column vector column vector OK 好,所以呢 然后乘上后面这一个B的基底坐标 C1到Cm的这个系数 好,你这个矩阵一层 那就会得到这个 S等于C1V1加C2V2这个东西嘛 了解吧 好,那我们把这个 V1到Vn这些基底向量所构成的这一个矩阵 简单写就是写成 基底B的矩阵 然后去乘上B的基底坐标 那就是S这个向量的一个表示法 一个矩阵的乘法的表示法 简单的写 那这一个式子很重要 就是说认了一个向量 你如果是基底是B的话 那我们就用B这些向量所构成的矩阵 乘上B底下的这个基底坐标 就是S这个向量的什么 线性组合的表示法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实际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我们是一个三维的空间 向量空间 那对于这个S这个向量是-2,1,3 那我们现在呢 请你把它相对于这个标准基底 100,010,001 相对标准基底的坐标是长成什么样子 好了,那我们就说你S这个向量 如何用这三个基底向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那很简单 因为它是标准基底 所以你这一个向量的分量 就是它这三个标准基底向量的什么 系数嘛 这个是很明显 所以S这个向量-2,1,3 几个100-2,2个 那第二个010是一个 第三个001是三倍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说这个系数就是相对于这一组 标准基底的什么 坐标 所以这个 S这个向量在S这个基底 标准基底下 它的坐标就是 系数-2,1,3 我们就写成这个Column vector的样子 这个就称为基底的坐标 OK 第二个例子呢 那现在是一个非标准的基底 这是二维的平面向量空间 那我们假设说S这个向量 它相对于10-12这一组基底的基底坐标是3-2 那请问S这个向量如果换回这个标准基底的时候 它坐标是多少 那我们先看 你的相对于10-12这一个基底 向量它的坐标是3-2的话代表什么 你用这个10-12去做现行组合 它的系数分别是什么 3跟2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S这个向量求出来 S向量是三倍的第一个10向量 加两倍的12向量 那你算出来是54 所以S这个向量就是54 那我们现在54这个向量如何在用 10跟01这一组基底来做现行组合 那答案呢 很简单就是5跟4嘛 因为你这是标准基底嘛 所以相对于标准基底的话 它的系数就变成5跟4 那这个就是它的基底坐标 所以相对于标准基底的话 它的基底的坐标就是变成54 那这个基底的这两组基底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图形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说你用第一个基底 10跟12来表示一个向量的时候 那我们红色的就10 是这个红色的这个 然后12是上面这个12这个向量 那前面的S这个向量是几倍的 是三倍的10 所以我们用10这个放大三倍 那就变成什么? 30这个向量,蓝色的 然后两倍的12这个向量 所以12这个呢 放大两倍,变成24这个向量 然后两个相加嘛 linear combination 那相加的话 我们用平行四边形法 就得到什么? 54 这两个对角的坐标 直接相加嘛 得到54 那这个就是S这个向量 S这个向量 那所以呢 S这个向量 我们现在做这个叫做什么? 向量的分解嘛 分解成什么? 110跟12的话 那它对应的这个倍数就是三倍跟两倍嘛 所以这个在物理上面就是所谓向量的分解嘛 或者说力的分解的概念嘛 那54这个现在如果你要用成标准机理就是变成什么? 标准机理就是 S坐标的这个单位向量10跟Y坐标上面的这个单位向量01去做表示嘛 那答案就是5倍的10跟什么? 4倍的什么? 01嘛 所以呢 这个机理坐标 线性组合其实就是一种物理上立的分解的概念 OK 看你在要在哪个方向上 那这个分解的这个分量就是你所选定的这个基底的概念 OK 好 那我们现在刚刚前面这个基底坐标的定义里面呢 很重要就是你给定如果是B'这个基底的话 那S向量用B'这个基底表示的话 第一个 我们怎么计算 这个关系就S这个向量会等于什么 用B'这个基底向量所形成的 这个什么? 矩阵 去乘上相对于B'这个基底的坐标 那如果你把S用这个B的基底坐标来表示的话 那就变成B这个基底所形成的矩阵 去乘上B对应的基底坐标嘛 那都是同一个X向量 所以这两个要相等啊 对不对 所以B'这个矩阵乘上相对B'的基底坐标 跟用B这个基底所形成的矩阵去乘上B这个基底坐标 这个两个要一样嘛 好了那你以这个例子来讲啊 B'是多少? 现在是1001 1001 乘上B'对应的这个基底坐标 那B这个基底的话是1012的矩阵 乘上它的什么? 基底坐标32 这两个要一样 一样 那所以呢 你的相对B'的这个基底坐标呢 你就把这个前面这个B'的这个矩阵的 移过去 那就变成inverse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B'是什么? 是标准基底 所以它的这个矩阵就是一个identity matrix 那所以呢 左边这个identity matrix就可以不用看了 因为它就是乘上这个就是B'的基底坐标而已嘛 所以答案就是直接1012这个矩阵乘上三二 那这个简单答案就是乘起来就是五四 所以呢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求出什么 相对B'的这个基底的基底坐标 就直接用这个1012乘上三二就可以得到答案 如果你这个不是标准基底的话 你这个东西就变成要乘上一个什么 这个移过来变成乘上这个B'的矩阵的什么inverse 就是这样子 第三个例子 再来看一下 一个向量呢 一样三维的空间向量 一二负一 那我现在呢 要求这个基底坐标 相对这个基底是1010-12-23-5 OK 那你要求这个 就是怎么样做linear combination嘛 你要去找这个系数嘛 对不对 一二负一 用这个1010-12跟什么23-5 这三个基底向量的线性主要来表示 然后呢 你就把它得到这个连立方程式 你的基底坐标这是什么 C1 C2 C3 OK 那就是解这个什么 连立方程式 连立方程式 那你解连立方程式的话 当然我们这个系数矩阵 你乘上这个系数 那右边是常数 你可以用这个 解这个矩阵的方程式来做嘛 好 左边这个矩阵 一过去就变成什么 反矩阵 所以你就算它的反矩阵 对吧 那反矩阵的做法就是前面的用那个AI的做法去做列印算 OK 好 算出来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得到结果就是5-8-2 那这个就是基底坐标的求法 OK 好 那我们说这一个矩阵的表示法 我们现在看 你把那个系数矩阵是这个 我们叫P 然后C1 C2 C3 就是我们所定义的什么 B 这个基底的基底坐标 好啦 所以你左边这个系数矩阵 这个系数矩阵其实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基底的向量所构成的 有没有 101 第一个Column Vector 0-12 第二个Column Vector 23-5 第三个Column Vector 所以 这一个基底所构成的这个矩阵 我们叫P 然后乘上它的基底坐标 它就是S这个向量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 说认的一个向量 一定可以写什么 你这个基底所形成的矩阵去乘上它的基底坐标嘛 那这个P呢 就在这边就是所谓的什么 Transition Matrix 从B这个基底坐标 转到什么 标准基底的坐标 的一个转移矩阵 那我们前面讲 你这个是标准基底嘛 标准基底的坐标前面乘上什么 乘上标准基底的矩阵就是Identity Matrix 所以你这边看到它只有这个基底坐标 其实前面呢 像那里乘一个Identity Matrix 这个跟左边的这个基底矩阵 乘上它基底坐标 这两个一样 OK 那我们现在给另外一个就叫Transition Matrix的概念 从B转到X 那就是说你从B转嘛 B前面就要乘上这个 它的Transition Matrix Transition Matrix 转到这个标准基底 这个就是它的关系式 所以你任何基底 当然你可以利用这个基底的矩阵 乘上基底坐标 就会转到什么 标准的基底的坐标 OK 所以这个方程式大家一定要牢记 就是说你的基底所形成的矩阵 乘上基底坐标 这对任何基底来讲 它们都要相等 都要相等 对同一个相等来讲 它们都会相等 所以呢 如果反过来讲 就是说我给你这个标准基底的坐标 然后B的这个基底也给你的 那你的B的基底的这一个东西怎么求 就是把这个B这一个基底所形成的矩阵 移过去 那就变成Inverse 变成Inverse 成这样标准基底的坐标 你就可以得到在B这一个基底底下的坐标 这个就会变成 把这个B的这个 基底向量所形成的矩阵 移过去 变成Inverse 反矩阵 就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好 就会变成Inverse 就会变成Inverse 就会变成Inverse